大家好,歡迎回到我們的設計思考入門課程 在這一個單元我們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圓形製作Prototype 在討論圓形製作之前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設計思考五個流程 重新的看一遍 然後重新來思考是 圓形製作在設計思考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進到圓形製作之前 我們前面已經走過了三個階段 包含同理、定義以及創意發想 也就是在我們前面了解使用者 並收斂出對使用者重要的事情之後 我們發想了許多的點子 不只讓點子停留在腦袋當中 而會進一步的把它具體化 而且實際的測試來確保說這個點子是行得通的 這也是我們的圓形製作重要的地方 因為圓形製作可以讓我們更快速的去行動 讓我們更快速的去了解問題的核心 在台大重新設計學院的教學過程當中 我們很常看到許多的學生跟專案團隊 會花非常長的時間在會議上討論 有時甚至光是開會就花了好幾個月 而往往執行是等到非常久之後才會發生 然而這樣會遇到的狀況是在我們討論的時候 很多時候沒有辦法遇見真實狀況的細節 而這些細節又常常是會決定專案成敗的關鍵 那經過非常長的時間討論 最後在執行的時候才發現 這個想法不可行 那就變得相當的可惜 因為那浪費了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圓形製作重要的原因 因為當我們快速的去行動 快速的執行之後 我們就能盡早的發現 到底有哪些問題 那我們也可以盡早的能夠去應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講說要偏向行動 英文的原文是Biars Toward Action 是因為藉由這樣的方式 團隊的學習與專案的推進速度 都能夠更加的快速 這是我們原型製作重要的核心要點之一 舉個例子來說 Google X的共同創辦人Tom Chee 他曾經在一個演講中提到 當時他們在Google X討論一個裝置的顏色的時候 他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討論 什麼樣的顏色最適合這個裝置 在辯論了許久之後 他們選擇用紅色 因為他們當時的論點是 看紅色的話 眼睛會相對起來比較舒服 然而 當他們實際的執行測試之後 才發現 紅色不僅不是個適合的顏色 而且是個其實相對糟糕的選擇 在這樣的經驗 讓Tom Chee他體悟到一件事 與其花非常長的時間去辯論 去想說 到底什麼顏色最適合 不如直接的製作原型來測試 因為當他們實際的具體化之後 他們就可以經驗 並且了解到 到底這個顏色適不適合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Tom Chee他非常推崇Portotype 也就是原型製作的這個要點 在這次的專案經驗中 他體悟到 直接的行動 比起花長時間的辯論來講 相對的更有效 因為當我們行動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 並且去驗證 這個想法是否可行 又或者是說 假如它不可行的話 它又是如何的不可行 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什麼 那麼在後來的另一個專案當中 Google X 的團隊他們在思考一件事情是 如何讓人能夠立即的取得資訊 不用打開電腦 不用拿起手機 就可以隨時隨地的 立刻的用Google來搜尋 那藉由之前的經驗 讓他們提不到 要能夠去測試這個想法 最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直接的去製作Portotype 直接的製作原型來測試 而不是花非常長的時間去做辯論 因此在他們有了這個想法 想要去實踐的時候 他們僅花一天的時間 就去打造出這個想法的原型 這也是我們後來看到的Google眼鏡 當時Google X 的這個團隊 他們花不到一天的時間 就把這個看似相當複雜的 高科技的原型打造出來 當時他們的團隊依據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 找出最快達到體驗的路徑 因此為了讓他們可以快速地找到這個路徑 他們只用一架 像壓克力板、小筆電、微星投影機 就非常快速地去模擬出整個體驗 舉例來講 他們當時想要模擬說 像科學電影一樣 藉由手勢能夠去操控這個螢幕 但他們沒有花非常長的時間 或大量的金錢去開發整套系統 而是用非常簡單的 釣魚線跟簡報控制的裝置勾在一起 藉由釣魚線的張力揮動左右手的時候 同時能夠去操縱整個畫面 這樣的整個流程的設計 他們僅花不到一小時 以及非常低的成本 就快速地去測試這個想法到底行不行得通 那也不僅僅是他們這個Google眼鏡的裝置開發 也是在他們整個的商業模式 其實是在測試之後才找到一個合適的市場 Google眼鏡他們後來是往企業版本的應用去發展 那這也是他們在實際測試之後才發現一個合適的市場 這也告訴了我們 就是原型製作快速的測試 比起花時間想 或者比起花時間辯論 會是更有效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除了讓我們能夠更快速的去了解問題 跟更快速的學習之外 另一個原型製作非常重要的要點 是能夠幫助溝通 所以在這邊我們不如先停下來玩一個小遊戲 請大家可以先拿起手邊的一張紙跟一支筆 然後大家可以依照我接下來給的指示 來試著去畫出我指示中希望大家畫出的這個物品 好了 大家準備好了嗎? 接下來我們要畫的這個物品 它是一個手可以去握住的東西 然後它長長的 它不會太重 好 基於我剛剛的這段描述 大家有畫好 就是剛剛你聽完這段描述後 你覺得它是什麼東西了嗎? 假如畫好之後 在這邊跟大家稍微的講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小活動 是因為我們在台大創新設計學院的教學過程 我們常發現 我們光是用口頭上的去溝通我們的點子 很長的時候 大家沒有辦法真的去了解彼此想傳達的意思 舉例來講 在我剛剛的這段描述當中 有些人可能會畫出類似棍子的東西 有另外一些人 他會畫出類似手槍的東西 在同樣一個描述之下 其實大家畫出來的東西 差異非常的大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做出原型的原因 所以當我們具體化之後 大家對於這個點子的想像 會能夠更加的一致 這個狀況也出現過去在知名的設計顧問公司 Ideo 他們的案例當中 Ideo 他們曾經分享過 他們有一次與客戶的會議 他們當時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描述他們想要做的這個設計 然後就如同剛剛講的 溝通上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因為用原語來描述 很多時候非常多的細節 或者這個畫面 大家腦中想的都是不一樣 那後來他們的其中一位員工 就利用手邊現有的材料 快速的去製作這個圓形的手術刀 讓與會的人能夠馬上的了解 原來他在講的這個概念 是長這個樣子 那也因為這個快速製作出的原型 他們不用飛回他們的公司總部 去打造出這個產品 再飛回客戶端去跟客戶討論 而可以是非常快速的 就讓他們的溝通能夠繼續下去 這也是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製作原型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能夠更有效的 更快速的來去達成更棒的溝通 看完了這支影片 是不是對於設計思考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們的臉書社團 一起與社團裡的其他朋友 進行交流與討論唷